日本熊本日日新闻报道 台积电熊本厂目前建物几乎接近完工 办公大楼的一部分已在2023年8月投入使用 并从10月开始将生产设备搬进建物内 有消息传出 目前正协调在2024年2月24日举办开幕仪式 Radio媒体Gaming Deputy 27日报道 日本半导致的新闻 高体设备Canon10月推出的奈米压印装置 不仅可生产2奈米制成晶片 其耗电量与价格皆为对手艾斯摩尔生子外光机的十分之一 由于地缘政治担忧 减产和全球意志通膨措施 引发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后 2023年全年油价预计将下跌约10% 由产业相关人士表示 预期的降息和美元走弱 可能会提振2024年对石油的需求 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后钢材需求不佳 中国钢器往海外低价到货 热怒墨西哥 决定对中国钢材开征反倾销税 宣布对部分中国钢材征收近80%的进口关税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